金轮 银行结束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银行结束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银行结束 请注意接管 我们也要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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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66快 66快 哎呀可以 哎呀66真聪明 哈喽大家好 我是娃娃 欢迎来到超级开箱 月初的时候 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期 各家车企的自驾开城诺言实现进度 当时志级品牌的页面介绍是 官方称 城市领航功能将在春节前陆续推送 上海地区率先开放 能不能实现呢 答案是可以 最新进度 1月23号志级城市NOA将正式开启推送 上海地区主城区率先开放 我们超级开箱 也去首饰了志级的城市NOA 试驾车辆 志级LS6 志级方案IMAD 老规矩先跟大家分享车辆配置 三大特点 1.全系标配一颗激光雷达 2.路口绅士 绕行丝滑 跟车柔和 3.应用OCC占用网络 目前特斯拉 华为和几月都有上车 这也将是今年志级行业的主流方向 或许我们将对OCC做单独讲解 当前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 车辆将前方的空间 分为有障碍物的备站的空间 和能出入的自由空间 并将后者规划进路线 我们的试驾路线如图 北外泰来服饰往返 途径和平饭店 南普大桥 路加嘴 世界大道等 试驾开始时间为周一上午10点40左右 路况拥堵 全长约20公里 共计67个红绿的路口 最终我们的试驾成绩如下 当然这几个数字 完全不足以去了解 志级这套志驾方案 四次接管的原因也都各不相同 接下来上正片 从一到南 这是志级LC6在红绿灯处的起停速度 稳稳刹停 绿灯后迅速起步 这是在拥堵路段 跟停小车的起停速度 前车驶离后反应很快 立刻起步 但保持低速 停在新的目标车后 这是志级LC6跟在大车后的状态 会增加跟车距离 这是志级LC6 在面对路口汇入车的场景 十分绅士 会显速让行 体验感较好的地方有两处 一处是让行时 系统计算的速度很合适 既能让对方成功汇入 也能舒缓地保持合适距离 不至于让他人加塞 同时不会中杀后及加速 另一处在于 他对于意图汇入的车辆轨迹判断 志级LC6并不会在路口 检测到近距离车头就点啥 比如在这一处时 对方显然犹豫中 那志级LC6则没有做出必要动作 这是志级LC6面对近距离加塞车辆场景 右前方白车和黑车 由于绕道障碍物 同步变道至本车道前方 虽然速度不快 但是白车距离很近 且志级LC6同步在处理右变道指令 可以看到我们的车辆 先是避让白车 在经过右侧障碍物后 立刻完成变道 这是转弯时 里让行人场景 这是转弯时 里让非机动车场景 就这个素质 绝对不会因为里让问题被扣分 这是避让路口装场景 进路口处 方向盘向右微调 不影响通行 再迅速左调 接下来难度升级 这是避让公交车场景 可以看到临近公交车时 志级LC6明显减速 方向盘反向调整 拉开横向距离 超过公交车后 再靠右行驶 最后是绕行工作车 非常难的场景 过路口时 在无车道线处 我们先是向正前方行驶 于左后黑车加塞 向右避让后 想回到原路线 又于左侧工作车逼近 再次向右避让 注意这里向右打盘的幅度较大 对后方车辆轨迹判断能力 要求在线 这里车辆大胆打盘 和其避盲能力有关 那熟悉这款车的知道 它在变道的时候 仪表屏上会出现 摄像头对后方的监测画面 其实它的避盲还包括 车尾对后方的 同步防碰撞监测 绕行过工作车后 路口迅速从二车道 分为三车道 这些LC6本来想使之左车道 在分为三车道时 迅速打灯变进中间车道 间接避让了后方工作车 当然了 这和它喜欢走中间车道的 策略密不可分 这些LC6的路线规划 有两个特点 一是系统设定 爱走中间路线 二是变道主要为绕行和转向 且遇两道左车道时 爱去最左边的左转道 这是乘区路段的提前变道 由于下个路口左转 所以当前路口提前变至左车道 这是扎道口的汇入 刚汇入立刻变道 为汇入下一个入口做准备 如果碰到另外一条车道 比前方车道要空旷呢 在我们这段体验中 这并不会触发变道 不过由于限速 这里变道也不会提高通行效率 系统仍然是在有路线变化需求时 触发了变道指令 下一个问题 它的变道能力如何 来看一个高难度变道场景 过路口后我们有变道需求 然而路况拥堵 且该路段短 剩余的可变道时间和距离都很紧张 同时前方与加载车辆 我们可以看到 好几台车都同时想变质左转车道 LC6的做法是 先减速避让加塞的出租车 等出租车进入车道后 立刻触发变道指令 接下来在我看到有变道机会时 车辆也迅速找转时机 成功变质第二条左转道 接下来又继续变道 同时成功避让前方加塞的白车 这里有点需要表扬的是 之前LC6在连续进行两次变道指令时 中间方向盘会回正一次 以示上一次指令的完成 对驾驶员感受十分友好 那么它失败的两次是为什么呢 第一次是路口将要右转 所以它想提前去右边车道 结果发现右侧车道河流近单车道 所以在河流处立马尴尬收回探索的脚丫 取消了变道 第二次是成功进入左二左转车道 之后还想进入左一左转车道 但车多所以取消了 不过并没有影响左转路线 看完前面的部分 大家对这车的支架功能印象应该还不错 那四次接管是咋来的呢 很妙的是四次接管原因都不一样 第一次失败于和一个大爷的零默契 我们在路口碰到了大爷大妈 于是停下来让他们 他们也停下来让我们 而制解L46见状开始起步 结果大爷可能是感受到的礼让太高兴了 红灯都不管就出发了 那系统就提示我接管 那就于安全考量 我也迅速刹车接管了 第二次 失败于和别的66太有默契 此时前方有两辆同在支架状态的L46 我们仨同步开始了变道指令 最后呢 我由于得天独厚的位置率先变道 即将变道成功的时候 一方面由于车的尺寸大 车尾和另一辆LC6距离近 方向盘不好回正 车头已经涉及到第三根车道 后面也有车辆使来 系统提示接管 我就立刻接管了 第三次 像一辆大工作车的压迫里低头 在进入路口时 我们向正前方行驶 碰着打着左转灯的大工作车 也想走我们的意图车道 我赶到距离近就踩沙 并变至左车道避让 第四次 为了避免和一辆特斯拉的不期而遇 我们在变道成功 但车辆还需调整的过程中 碰到前方特斯拉近距离将车头探出来 一方面呢 我感觉按照原计划变完道 车辆可能会提速 另一方面考虑到 这位特斯拉车主 估计也是为急性子 而且特斯拉提速也很快 防止碰撞 我进行了刹车接管 哎 大家说这要擦碰了 算谁的责任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智姐L46的安全意识 一方面 智姐L46会在觉得困难的路口 提示你要进入待接管状态 当时这个路口 最终还是成功的自主通过了 但是毕竟是辅助驾驶 不逞强 不失为一个优点 另一方面 是它会保持谨慎 这是一个停工红绿灯的场景 这时候 智姐L46会减速准备停车 我们需要给脚电门 告诉他这里可以通行 工程师表达的意思 是他会怀疑自己漏简了 说实话 碰到这种黑灯呢 我自己开车都会有点惶恐 谨慎点 是个好态度 以上就是志祺城市NOA的全部体验 后面有机会 我们也会把这台车搞过来 给大家做更全面的路线测试 在此预告 我们超级开箱 后续会为大家带来 各款车型的城市NOA体验 用统一路线和规范化的评分体系 和大家分享横向对比的数据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个人想法 如果你想买一台具备城市NOA功能的车型 建议试驾的时候额外关注一下这台车的刹车 最好硬一点 城市通行中几乎会出现很多跟车贴贴的状态 那目前没有量产车敢说接管率为零 在使用功能的过程中 脚最好放在刹车上 如果太软容易触发功能退出 那自己提着脚又太累 所以最好这台车的刹车 能让你脚放在刹车上 用发力的话 不会触发功能 那个人建议 仅供参考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